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香港变成国际金融中心遗址这个说法 是一位香港的评论员提出的 但是现在大家普遍相信 它确实已经变成了遗址了 很快变成了历史文物了 最近台股指数超车港股恒生指数 现在不光已经黄金交叉 而且超车了一千多点了 2018年以来或者说是疫情之前开始 反送中开始港股已经跌了将近一半了 台股涨了六成多 而且还在往上走 你怎么看待两地的股市的黄金交叉 香港为什么会变成国际金融中心遗址 国际金融中心遗址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我们以前说中国被比喻成叫西朝鲜 现在香港可能被比喻为南深圳 南深圳 就是说从国际金融业务来看香港目前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国际金融中心里面有一个业务很重要 就是IPO IPO的话最近的案件急剧收缩 而且金额也收缩 那么之前还排在全球第四 现在已经排到全球第八 输给印度跟印尼 清股上市 输给印度尼西亚 排到第八去了 那么这第一个 第二个 香港的证券商 过去两年大概关闭了100家 然后再来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 香港股市的成交量 成交量从早先的 比如说1600多亿港元 到1100亿港元 到现在700亿港元 大概美金不到100亿 这样的成交量的收缩 已经低近台湾的成交量 那么这样完全不像是一个 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有的情况 然后香港的写字楼 还有空物率很高 价格在跌 另外的话几个大的国际投资银行 像花旗摩根 高盛 很多都在台元在测 所以很多的迹象看出来 香港已经不具备国际金融中心那种架势 那种气派 那么所以我们会说它是国际金融中心遗址 或者叫南深圳 那么至于港股跟台股之间的交叉 因为香港股市已经连续四年下跌 这也是前所未见 然后台股的话 最近一直在走上升趋势 就构成了一个交叉 那么这只是其中一个现象 整个现象来讲 深圳的国际金融中心业务 的确在急剧收缩 南深圳的国际业务中心业务 然后接下来就是 它的转运港的业务也在收缩 然后它可能作为一个旅游点 外国人进进出出 这个部分也在收缩 搭配上上海香港的国际游客的急剧收缩 可以看出来是整个中国的大环境在收缩 而不是只有香港 所以看出来香港的情况恐怕很难再缓弹 所以你认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衰落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了 它不是一个周期性的 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周期性的反弹 如果看周期性的话 香港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地位并不是靠自己本地的生产跟销售 它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窗口 所以结构性当然要联系到香港跟中国的经贸关系 经济关系 那么一开始是这样 香港原来好好的 然后习近平上来以后对香港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缓贪腐 很多高官 中共高官的贪腐的钱是洗到香港 放在香港 甚至于从香港转到西方国家去 美国 欧洲 瑞士等等 所以他缓贪腐的话 要把这些所谓犯罪的钱 贪腐算是犯罪 要把这些资金追回来 所以他开始介入香港 要从香港去追查贪腐的钱 这第一个 第二个后来因为实际上的外汇储备 北京手上的外汇储备不够用 不是没有 它不够用 为什么 因为它的实际的外汇储备 介于3.1万亿到3.2万亿之间 但是它实际上有很多的是外债 就是美元债务 这个美元债务本来一度估计超过2万亿 后来2.7万亿 2.9万亿 你这样一算下来的话 这些钱是别人的要还的 你剩下中国自己的钱 就可能说两三千亿 就不够用 你要进口能源 进口工业设备 进口晶片 都是几千亿美元这样的账 所以开始打香港的外汇储备的点子 就是香港的外汇储备 在2019年前后的话 是四千五百亿美元上下 然后透过汇丰银行 已经无偿贷款给北京四千亿整数 剩下的五百多亿留在香港周转 所以第二个介入香港 就是外汇储备 提前使用了香港的外汇储备 那么第三点 就是习近平后来干脆 有这么一个构想 就是把香港变成第五个直辖市 把深圳并进来 然后澳门跟珠海并进来 四个城市加起来 人口大概有两千万 构成一个直辖市 那么这第五个直辖市 有什么特别呢 之前是粤港澳大湾区 这样的一个构想 然后把香港变成第五个直辖市之后 请问上海这个直辖市 有上海币吗 重庆这个直辖市 有重庆币吗 没有 为什么香港要港币 将来香港的港币 汇除改用人民币 这什么意思 香港的外汇储备 是用来支持港币的发行 那么你现在改成人民币以后 香港的外汇储备 就归北京中央统一管理运用了 也就是说 等于就是简单讲 就吃掉了 所以有可能是 往这个构想 但是现在还没有 那接下来就变成说 习近平在推动的叫做 第二次回归 或者叫完全回归 他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这样的香港回归 主权回归 是一半 只回归了一半 所以他要把香港完全回归 香港要内地化 香港从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就是香港跟内地一样 这样子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有一种民族主义情节 就是说邓小平的收回香港 只收回一半 习近平要把它完全回收 这样子 具有这种民族主义的情节 这是香港碰到的问题 然后背后的情况是 香港是中国的经济窗口 包括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外来直接投资 是透过香港 将近有七成或八成 透过香港进入大陆内地 那么这是第一个 作为引资的窗口 第二个 香港也是作为 转口贸易的一个重要据点 有很多货物可能到香港 才从香港出去 或者从香港进来 再转到中国内地 那么所以 再来一个是金融资金 金融资本不是直接投资的钱 是金融资本进入香港 从香港再进入深圳跟上海 这两个股市 香港变成一个 引进金融资金的一个地方 不只是直接投资 外来制造业的投资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香港其实不只是 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或者旅游中心 它其实也是情报中心 它也是世界上很重要的 一个情报中心 几乎各国的情报人员 都会在这里做交换 那么这些重要的功能 都不是深圳能够取代的 因为深圳可以作为一个 制造业基地 可以 研发基地 可以 但是你要取代香港 这样的话是办不到 为什么 因为香港是英国经营了100年 就是它的法制 它的语言 那么它的文化背景等等 其实跟中国内地是有差别的 虽然表面上都是中国的 中国的语言 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人口 看起来都很中国 但是其实内容不是那么中国 不是那么大 跟中共治理的大陆内地 是并不相同 那么现在你硬是要把香港 吸纳进来 叫做内地化 结果西方人开始不再把香港 当作是自由民主阵营了 所以算是香港已经被关进铁幕一样 用以前的概念来比喻 那么香港的这些没落 反映出美中关系 这个大环境 国际大环境 那么因为美国在对付中国的经济 要削弱中国的经济 它就变成不能再让香港 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窗口 包括资金 包括贸易 包括投资 还包括技术引进 就是有一些中国企业 是不能在国际上做并购 可能要透过香港的企业 香港企业可以在国外做并购 做并购 做购买什么东西 买一些设备 香港企业可以 但中国企业不行 那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中国的企业就到香港 成立分公司或子公司 或者做投资 透过香港来做一些交易 这个有 引进技术 这样子 所以现在香港的这些功能 已经开始被限制了 首先美国给香港的最惠国待遇 收起来 将下一个的话就是联系汇率制度 可能也会受到考验 就是香港因为 它是中国经济的窗口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果 香港有重要的贡献 那么现在美国要削弱中国经济的话 就不得也对付香港 所以它在缓送中的期间 我简单用一句话来描述美国的态度 就是美国不救香港 但是救香港人 就是接受香港的移民 包括英国澳洲这些 但是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窗口 而美国要削弱中国的经济 所以香港也被打进来了 被美国来制约了限制了 然后美港关系法 也开始修正调整 所以这些情况看起来 香港的地位的衰弱 从金融中心到贸易中心 甚至于情报中心等等 它不是周期性 而是一种结构性 因为它反映出美中关系的 这个大环境的变化 这个石板先生 你以前也常去香港采访 这几年香港衰弱的这么厉害 是不是也很让你悲伤 我觉得我有一个感慨是 就是说97年香港返还的时候 那个时候日本有很多香港问题专家 当时我也有些接触 就是说因为香港是世界的香港 现在香港已经变成中国的香港 所以说日本当时 香港变成深圳的香港 深圳的香港 所以说我们看到 我们在外国 我们全世界各国都可以找到香港问题专家过去 但你找不到北京问题专家 也找不到上海问题专家 因为都是只有中国专家 所以说香港原来是一个独立的 是世界的香港 现在完全变成中国的香港 我觉得这个变化的话 对香港来说绝对是 对整个中国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另外一个习近平 刚才这个 我老师说的 这个习近平说先挥收一半 这个在中国也听说 就是邓小平收回一半 习近平再把剩下一半收回来 我们这个民族伟大复兴 又往前迈了一步 那他现在就这么着急做这件事情 他对台湾解决问题 一国两制还是基本国策呢 那他说 现在已经看 一国两制 你是先收回一半 对不对 然后过几年 你再把剩下一半收回来 那台湾人就是说 也要变成中国同样的社会制度 那等于说 这确实是把邓小平当时打算骗台湾人的 这个最美丽的谎言 到现在为止 还是这样的嘛 那就别说一国两制都这样的 那九二共识呢 更是没有的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一点对不单对香港 对台湾其实影响也非常非常大 对啊 因为你说 一国两制50年不变 但是香港97年回归以后 二十几年 一国两制就没有了 然后中国政府又说 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当时一国两制香港高度自治 都是通过国际协议 中英联合声明 白纸黑字签了字 而且到联合国秘书处去登记 说这是国际协议 然后现在中国外交部说 这是历史文件 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们不遵守了 对 那我们九二共识 三十多年以前签说的东西 既没有白纸黑字 也没有人签字 也没有在联合国登记 没有任何的根据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遵守 根本就没有的东西嘛 对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 你跟共产党相信共产党 相信习近平 只有脑子坏了的人才会相信 对对 而且我觉得确实可能习近平在找钱 我讲刚才这个加工大哥讲 习近平上来以后 他不是回收回香港 他是反腐嘛 反腐就把贪官给口袋钱 拿到自己口袋里去嘛 然后呢 但是这是杀鸡驱软嘛 他贪官都跑了嘛 他发现贪官就在香港 然后就盯上香港 然后把香港拿过来 然后刚才讲 如果把这个外汇储 这个向港币废掉的话 外汇储被他也拿过来用嘛 但是习近平这种做事的方法 钱是不会生钱的 就是败家行嘛 你去画广 但香港弄完以后 他一定是盯上台湾的外汇储备了嘛 所以说这个也还有 再把它弄回来 其实就是想自己到外国去搭撒币 去装面子去的 是 所以任何人现在还持有港币 那真的是傻了 那这有 实际上我们记得在1949年的时候 新台币换旧台币 是一块钱换四万块钱旧台币 那现在人民币换港币 绝对不是一比一 我觉得可能一比十 一块钱人民币换十块钱港币 你讲到这个原本是这样 人民币跟港币之间接近一比一的时候 就可以推动取消港币 直接用人民币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没有 那么现在问题是 香港原来是在习近平眼中 把民族主义情绪也用在香港 叫做完全回归 但是香港的问题 就像刚才石板兄提到的 一国两制作为示范嘛 对台湾的示范 现在崩坏 那么当初是这样 有关香港的问题 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在2019年 联合国大会上 关于香港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要中国遵守承诺 遵守协议 就是中英联合声明 当初中国主动在联合国 登记为国际条约了 所以要他遵守承诺 遵守协议 就是让当初的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双普选能够落实 这是第一点 要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遵守承诺 遵守协议 第二点是 国际社会在看中国怎么处理香港 来决定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 就讲了两句话 就这两句话 现在完全应验嘛 因为隔年 香港版的国安法出来嘛 然后从那个以后 从香港版国安法出来以后 美中关系急转之下 再也没有回头了 本来还有一点点希望 说能够恢复 但是国安法通过以后 整个改变 为什么 因为从西方国家来看 香港是我们的 香港算是自由世界的阵营 现在你等于把它并进去了 整个美国 整个英国 西方等等 全部要重新调整 跟中国的关系 就是中国如何处理香港 决定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角色是将来的 那当初习近平可能没有看到这么一层 那么现在看起来 香港等于受到这个害处 受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节 那将来台湾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香港原来的策略 他没有黄埔军校 他没有武力 他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让他怎么办 怎么保护自己 我的香港朋友跟我分析这个问题 我印象很深刻 他们说 香港创造中国对他的需要跟依赖 用这个办法来保护香港 必要时等于说 叫做揽炒 就是同归于尽 如果你对我不好的话 我会让你受伤 同归于尽这样的想法 现在发现这种想法 不管用 碰到习近平这样 可能胡锦涛 或者江泽民时期还管用 但是碰到习近平这种 社会主义信徒的这种人 或者权力的信徒这种人的话 香港这个不管用 所以这个给台湾很大的启示跟冲击 因为台湾创造中国对制造业 科技业 半导体业的需要跟依赖 以为这样子可以保护台湾的利益 不行的 香港这个教训太大了 香港 还好台湾有自己的武力 也有国际关系 也有地缘政治的价值 香港不算有地缘政治价值 那现在香港的问题 反映出背后还有一个角度 就是所谓价值观 因为香港是有英国的法律系统 它的司法 它的法制 所以很多人在香港成立公司 用香港的这个公司 去投资中国大陆 是OK的 那现在的话 你整个法制也被内地化 那这个不能特首立法会 都是等于是由北京来控制 这种情况下的话 西方人只好离开 所以你会现在看到 香港的写字楼空置率很高 然后呢 这个国际投资银行 纷纷撤出来 有些资金就转到新加坡 一部分转到台北或东京 所以你会看出来 香港的没落真的是结构性 而且是因为美中关系的 这个大环境而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出来 香港的这种策略思维 就是我创造你对我的依赖 应该是相互依赖 这样讲 这个相互依赖里面 一开始是中国依赖香港 结果后来变成香港依赖中国 就是说香港不知 香港在创造中国 对它的依赖的时候 不知不觉自己变成 中国经济的 互带品一样 就是它变成香港 也依赴于中国 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香港享受到 这个改革开放的红利 香港因此受惠于中国的 所谓大国崛起 然后现在呢 因为大国崛起 已经开始转弯了 现在大国崛起 走向大国没落 大国的崛起跟没落 变成一个历史性的周期现象 香港也就跟着看出来 这个随着中国的收缩 那么香港的经济 金融等等的贸易 都跟着收缩 那么原本深圳在香港旁边的话 它从一个六万人的小渔村 变成六百万人的大都会 或者更多 那么这样短短的 这个都市化的这种进展 是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案例 因为以美国为例的话 大概芝加哥花了五十年 才成为一个大都会 香港用十年二十年 就从一个小渔村 变成一个大城市 那这样的完全是因为 深圳依附于香港 那香港改变了广东 广东改变了南中国 南中国带动整个中国的发展 原本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结果 现在习近平上来觉得 这个也许有点觉得没面子 总而言之 他现在要把香港倒过来 他虽然说 第一个要把深圳发展成 国际金融中心 没有用 然后要把海南岛 发展成自由贸易区 也没有用 然后呢 这个 我说你如果真的要取代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话 你为什么不先搞好上海 你可以把上海这个金融中心 发达起来以后 取代一部分的香港业务 你连香港 上海都追不上香港 你要深圳去追上香港 对不对 所以他很多的那种想法 不切实际 那么香港内地化 从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以后 他投射出对内地来讲 中国内地来讲 投射出一个影响 就是原来香港有出版自由 有新闻自由 像《铜锣书店》出版 习近平跟他的女人 这个书以后 被习近平开始盯上 像肖建华从四季饭店 被直接嫁走 香港因为中共把手伸进来 所以香港的自由 从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到个人自由 都受到影响 所以香港的这个问题 还不只是表面上 金融业务的收缩 他其实已经被中共的 这种党国体制 这种手伸进来 甚至于在反送中 抗争过程中 一大堆香港年轻人的 被跳楼被消失 这个问题看起来 香港已经投射出 价值观被逆转 香港是讲自由 讲人权的地方 讲法治的地方 他没有民主 但是他有法治人权跟自由 现在这些都被剥夺 所以香港的问题是蛮严重 就是他在西方眼中 我们的香港已经不见了 消失了 所以这个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影响到美国怎么看待中共 这个体制 相当严重 最近台湾的总统候选人 主张要重启服贸 实际上2003年的时候 中国跟香港签署了服贸协议 这个英文叫做SIPA 那个就是中国跟香港的这个经贸协议 那执行了20年以来 对香港的经济社会造成了什么影响 起码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香港 中国背景的人移民到香港可能超过100多万 那另外大量的中国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到香港去开办公室 设立公司 那第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 大量的中国人去香港旅游也好 这个过境也好 造成了香港的整个服务业的转型 就是满街都是开禁铺 卖黄金首饰 然后满街都是开这个高档的化妆品店 让中国人来卖 面膜 面膜卖化妆品 还有就是 奶粉 卖奶粉店 然后每天有这个几万个人 从深圳和香港两地跑来跑去 就是在香港买了这个奶粉 买了这个化妆品 然后跑到深圳去卖赚钱 然后都是换钱的 换港币人民币那个店超级多 这个就是所谓的香港跟中国的经贸协议 台湾如果跟中国签服贸协议 一定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应该是 有很多的从中国大陆跑到香港 那么原来香港的人口600多万 现在已经超过 现在750万 对 我们比喻一下 就是一个高雄的人口等于两个台南 一个台北等于两个高雄 然后一个香港等于两个台北 人口规模是这样子 那么现在发现 就是每年引进 从大陆内地引进人口到香港 这样一直远近的结果 就像你说的 现在已经到750万 但是这其中也有 好几十万 起码五六十万的香港人移民出去 对 本地香港人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跑了 跑了 对 特别是去英国 然后就补充 光这五年来台湾就有五万香港人 说不定更多 因为在林口那边有很多 像台北的捷运 百货公司 经常听到讲广东话的 应该就是香港人 所以香港人跑掉 然后大陆那边一直引进人口到香港 那就是不逐渐的把香港 所谓的内地化 那么其实包括很多 不会讲广东话的人在香港 就开始讲普通话 那香港的情况 我在香港买地铁票的时候 我跟他讲普通话 结果呢 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 结果那个售票的人 跟我讲英文 我只好跟他讲英文 我的香港朋友跟我讲 他们有一些课程是全英文的 全英文教学的 我在纽约的室友就香港人 所以他们私底下的话 讲广东话 可是一跟我们交谈的话 他也会用有香港口音的 普通话来讲 那么其实香港也是一个浓缩 香港影响广东 广东影响南中国 南中国在带动 整个中国的发展 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习近平 把它等于逆转了 要逆转了 就是香港变成要依附于 中国这个经济 那中国经济崛起之后 从受贿于香港的邦囊 转成对香港 采取一个高压姿态 这种逆转的话 是香港的悲剧 悲剧来源在这里 就是中国眼中的香港 已经改变了 他居然认为 深圳的产值超过香港 把香港扁下来 香港的作用 跟深圳不一样 你如果搞制造业的话 你可以一直设厂 一直引进生产线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能够引进几个金融中心 你能够引进几个贸易中心 情报中心 不可能 你像深圳如何去取代香港 他居然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现在看起来 习近平不但不了解 中国经济是怎么崛起的 他也不了解香港 对中国崛起的作用 然后他也不了解 香港跟西方的关系 因为香港严格讲 它是殖民地的文化是存在的 它的确是香港 英国人 把香港培养起来 花了一百年 打造成一个亚洲金融中心 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然后短短五年左右 香港坏掉了 崩坏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 真的不但对台湾有启示 也对韩国 日本 东南亚都有启示 然后对美国 欧洲 这些发达国家来讲 也有很大的含义 就是中共不但不遵守 自己当初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而且他还有一种 从内而外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演变成战狼外交 演变成对台湾的威胁 以老大哥自居 看周边都是小弟 要周边的小弟 尊重他这个大哥的地位 然后要屈服 要顺从 要接受中共的安排 这样的结果 等于说台湾如果按照 像香港这样的下去的话 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失去主体性 你要向中共屈服 接受他的安排 那这样的话 等于失去主体性 那这样的结果 到最后 几乎就只能认命 你的命运 没有办法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香港人现在离开 那个故乡 离开香港 其实就是因为 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失去了主体性 所以这个概念的话 对台湾有重要含义 然后对全世界来讲 好不容易把香港 这么一个小地方 变成一个自由经济 法治社会 虽然它不是民主的社会 但法治的社会 现在这样的一个实验 显然已经被中国的 扩张的民族主义 把它破坏掉了 石板先生 当年喊战的时候 毛泽东还同意香港 作为一个所谓 中国跟世界交流的窗口 留在那里 贸易转口贸易也好 情报中心也好 吸引外国的技术和投资 邓小平当然把这个 进一步提升了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但现在习近平 不在乎这些了 习近平为了所谓的 国家安全的角度 香港已经成了牺牲品了 香港我觉得毛泽东 对香港的统治 它是一开始香港 等于说是有中共的间谍 有这个当时国民党的间谍 有美国的间谍 各国的间谍 但是中国呢 通过长时间的 不停的渗透 不停的把人员派过去 掌控了香港的各个行业 然后呢 就是好像一棵橡树 把白蚁进去以后 然后把中间全掏空了 表面看不出 然后一推就给退倒 然后所以说呢 我觉得后来等于说 97年的时候 这个香港回 所谓香港回归的时候 香港内部有 很多很多的中共的协力者 然后在摇旗呐喊 在推动嘛 然后又打开之后 又通过表面上的移民 再过去 然后最后 等于说香港 完全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把香港 真正的途生途长的香港人 热爱这个自由民主的香港人 都驱逐出去 或者打压下去嘛 就整个这个过程 也许是习近平的 就是说比毛泽东 毛泽东有远见 习近平有远见 但换句话说 这是一套SOP也不一定啊 那么我觉得对台湾 其实台湾也差一点 就是说 在马英九政权的时候 包括媒体各方面 也被各种白蚁 也拔进来了嘛 是 对 所以说这几年 后来因为蔡英文政权 稍微清除一些 但是也没有清除干净 我想他也是一步一步的嘛 先把这个控制制空 把这个橡树 橡胶树中间掏空 然后再说我们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 然后有一群人摇旗呐喊 和平协议以后 再大量的移民 我觉得香港的模式 习近平应该是 他在向台湾护制 完全是这样 因为中共怎么样 内地化香港的过程 真的就是中共怎么样 要内地化台湾的过程 这里面当初 最近有另外一本 香港学者写的书 就是香港很多人 被中国的民族主义洗脑 他们从来不主张香港独立 有机会的 实际上1950年代 二次大战以后 全世界有很多很多地方 所谓去殖民化独立 当时曾经英国在香港 征询香港人意见 说我们要不要把香港的 所谓独立 去殖民化独立问题 放到联合国去讨论 然后香港可以要求独立 成为一个既不是中国 又不是英国的一个独立的 国家也好 政治实体也好存在 香港的民意代表 香港的中国人 华人 说不要 不要 我们要回归中国 因为我们跟中国是一部分 所以英国说那好吧 你们既然都不要的话 我们就不到联合国去讨论香港问题 我们一定要跟中国达成协议 但是我们要跟回归中国 但是我们又不想接受共产党的制度 所以我们又创造出一个一国两制 但是现在实际上就没有了 现在台湾的情况是 我们已经是独立了 已经是跟中国不一样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要接受一国两制也好 接受和平统一也好 中国共产党先用民族主义给你洗脑 直到最后变成了 都是你们台湾人自己主动愿意 跟中国统一的 他要达到的就是这个目的 等到你统一了以后 那就是留岛不留人了 我就 你跑吧 你去美国也好 你去加拿大也好 我只要这个地方 对 我当年去香港采访 我采访很多所谓的泛民主派的 那些包括很多的市议会的议员 包括立法会的议员 然后还有很多民运人士 这些有个共同点 都是爱国主义 都热爱中国 我们爱民主也爱中国 然后我们一定要中国民主化 然后各方面的 就是结果其实中国就用这种民族主义 引得狼入室 然后这些人 包括李志英也是一样 他是爱国 他爱国爱港也爱民主 结果最后还是现在关在监狱里 他反对党独 他又反对台独 但是当然他很反中共 但是现在他当然就是 所以说我觉得像台湾最近吵起来的 什么要不要读这个顾言武文言文 其实这个后边就是 有人说就是 其实文言文中国也没有好坏 但是说拒绝文言文 拒绝中国 是台湾人为了自保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 因为这种东西一旦进来以后 大家都认为我们是炎黄的子孙 我们是荣德传人 中国人必须在一起 这种思想就可能把台湾的自由民主 很多东西都失去的 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没提到 呼应你刚才提的问题 就是香港其实对大陆内地有一个影响力 反过来香港的这个不只是买东西 香港的自由其实对大陆有影响 香港的这个法制 它的西方化 其实对中国内地有影响 它的那个什么 时代革命光复香港 后来在有一次武汉那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住宅区 大概要盖魂化炉还是什么 居民起来抗议 然后就是时代革命光复武汉 就是其实香港对大陆内地是有影响的 那普丁要打乌克兰 是因为专制大国旁边的民主小国 对它的专制体制是有影响的 包括台湾也是对大陆是有影响的 所以到中国内地现在有一些 有时候会出现民国热 探讨那个中华民国时期的事情 那香港对大陆有影响 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构成一种不安全感 很多大陆人到香港买书带回去看 所以香港其实对大陆有影响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 邓小平当年讲一国两制50年不变 然后应该是好像是跟李嘉诚对话的时候 李嘉诚问他说那为什么不变 邓小平的回答很妙 他说随着大陆发展起来以后 向香港靠近就不用变了 香港不用变嘛 因为什么 因为大陆也跟上来了 所以就不用变 那可是这里邓小平讲这个话 漏了一个点 就是他一方面讲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讲四个坚持 党的领导社会主义 所以这样的结果在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 市场经济解决了经济的危机以后 社会主义这支手就进来了 所以他两个东西 一个叫社会主义 一个叫市场经济 所以用社会主义改造坏掉以后 用市场经济回来 把经济救起来以后 社会主义又回来了 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 从毛泽东那时候社会主义改造 把经济搞坏了 一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 然后邓小平出来开始走市场经济 把情况拉起来 拉起来以后现在习近平出来了 社会主义的手又伸进来了 你会看出这样的一个循环 所以四个坚持如果没有拿掉 光是搞市场经济 没有办法达到美国所期待的和平演变 所以这件事情在香港做了一个证明 所以如果只要中共这个社会主义体制 党国体制四个坚持继续的话 你搞什么市场经济 搞什么自由化 那个都是短期现象而已 所以香港这个企划很重要 然后朱镕基讲 谁把香港搞坏了 谁就是民族罪了 他讲这个话原本没有错 然后等于也在责备习近平 他说没有 他当初朱镕基去跟美国签自由贸易协议的路会 然后答应做结构性改变 然后需要15年时间 美国都达成交易 给你15年时间 所以2001年年底加15年 就是2016年 2016年发生什么事 川普当选 然后隔年的话 他跟中国讲 你要履行承诺 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那个承诺 他没有 没有以后就开始贸易战 所以中共现在不明白 他不明白西方的价值里面 遵守协议 遵守承诺 是很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讲信用 你不能说讲话没有信用 所以后来美国已经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跟习近平谈判没有用 后来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面一样 2019年5月 刘鹤跟莱特希泽谈了差不多以后 习近平说 重谈 本来川普说 已经谈成了90%了 剩下一点点 估计三个礼拜以后 就可以达成协议了 结果习近平翻脸 一翻脸 川普马上加关税 所以你会看出来 习近平到目前 或者整个中共到目前 还不了解西方 虽然已经融入国际社会 或者只融入了一半 他不了解 讲话一定要有信用 然后要履行承诺 履行协议 没这个概念 你跟他谈的东西 不一定进入协议 然后进入协议 他不一定执行 执行的话 也可能只是短期现象 这样的中国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 在国际社会里面好好运作 现在整个美国 西方国家 英国在内 已经看懂这一点 从香港 然后从他怎么对待台湾 看出来 他这个专制大国 对旁边的 自由的香港 民主的台湾 他感觉到威胁的 对他的心理来讲 他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对待香港的态度 一样会应用在 对待台湾上面 所以台湾的那些亲共派 不了解这一点 用民主主义情绪 把自己的理性 给蒙蔽了 要看出来 中共的本质没有变 所以前美国的 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讲 90年来 中共的基因 中共的本质没有变 他从当年的土匪强盗性格 演变到今天 已经执政了70年 他还是没有改 他还是一种说 你有钱 我就要跟你共产 或者共同富裕 他就像你说的 把钱拿过来以后 他没有办法继续拿钱 来赚钱 来滚钱 来创造经济效益 他只是你有钱 我把你拿过来 就这样 然后怎么拿过来 暴力跟谎言 这一套的话 能够玩到什么程度 他国际化以后 他对外开放以后 取得新的养分 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 取得养分 现在 大家看清楚了 所以 他的所谓大国崛起 转成大国没落 我把它称为 大国崛起时代的结束 世界工厂时代的结束 这些都是变成一个 无法逆转的一个趋势 可是他还不了解 从香港的没落 反映中国大国没落的开始 你觉得这个趋势无法逆转 但是我们全世界外面都看到了 可是中国内部的人看不到吗 习近平当然看不到 他自己一手促成了这种没落 可是习近平周围的人 或者在习近平统治底下的中国人 无法看到中国大国没落的趋势 这里有两个焦点 论点 就是第一个 就是中国大陆内部 对于中国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 能够崛起这件事情 没有正确深入的认识 就是我们讲 其实没有大国崛起 什么意思呢 二战结束以前 有大国崛起 就是19世纪后期 186年 美国内战结束 美国开始搞大建设 到了1890年代 美国变成大国强国了 1868年 明治维新 日本开始搞建设 到了20年后 1890年代的时候 日本也变成强国了 德国是1871年 普鲁士统一德国以后 德国搞建设 到了1890年代 20年后 也变成大国了 大国崛起 美国 日本 德国 在19世纪后期 的确有 可是在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变成唯一的超强 真正的超强 所有的经济 发展 经济崛起 全部是美国 眼皮底下的现象 是美国同意 美国支持才有的 包括日本的战后重建 德国的战后重建 都是美国给支持 美国给养分的 台湾也是 台湾还不够大国 我们讲说大国的话 我的意思是说 台湾经济起来 也复苏 也是跟美国的资源 有很大关系 日本先 台湾 再来韩国 再来东南亚 然后再来中国大陆 是这样 就是说 在美国眼皮底下 他给你支持 给你认可 你日本 包括用纺织法 来支持日本的 纺织业崛起 然后德国的话 马歇尔计划等等 所以二战以后的 大国崛起 全部是美国 眼皮底下的现象 包括中国崛起在内 没有美国给支持 支持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路线 不可能取得 这些成果 我做一个比喻 中国自己的 经济条件 有没有 比如说人口多 土地大 这个都是事实 还有中国人民很勤奋 这个都是事实 但是毛泽东时代 这些条件都具备 你没有经济发展 邓小平以后 有发展 因为把中国的条件 跟国际挂钩 我做一个比喻 你这边有一堆干材 它不会起火燃烧 除非有人给你把火 这个火材 这个火 就是美国的支持 你光是有中国自己 有条件 你没有办法发展起来 你必须有人给一个 就是临门一脚 这样子 那美国给支持 产生什么含义呢 不是张家顿不是写 中国崩溃论 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崩溃 实际上中国再往上走 不是崩溃 这个是事实 为什么 在美国支持之下 请问你中国怎么崩溃 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不支持你中国经济的 请问你中国经济 怎么不崩溃 他没有看懂这件事情 中国的大国崛起 其实是美国允许之下的现象 一旦美国不支持你的话 甚至于跟你对抗的话 不可能再维持大国崛起 所以走向大国没落 然后 第二个现象就是 他中国内部 出现我刚刚提到的 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 这两个的循环 一开始搞社会主义路线 社会主义的思维等等 国有化 计划经济 人民公社 大链钢这些 到最后崩溃 崩溃以后 引进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谁来做 其实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 叫做国际派 中共内部一直有两派 叫做本土派跟国际派 国际派最早先是亲书的 像刘少奇 邓小平是刘书亲书的 所以一开头的时候 本土派还需要国际派 等到稳定下来以后 本土派就斗争国际派 把权力拿过来 后来的国际派是亲美的 改革开放这边都亲美的 然后改革开放前期 利用这些国际派亲美的 从美国这边取得经济的连结 然后把中国经济搞起来了 搞起来之后 本土派又要把权力收回来了 你看斗争团派 斗争上海帮什么什么 你可以看出来 中共成立到现在 本土派国际派 本土派叫土共 国际派叫杨共 海归和土鳖 都是 他们是国际派 他把中国带来一些帮助 但是本土派最后会把权力收回来 你就看出来 本土派国际派的那种止消笔藏 这个就构成中共 这个体制本身的崛起跟没落 这些大循环 所以没有理解到 他一开始的时候 用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我们叫做前期 公共资本 推动发展 这个可以 包括以前台湾的所谓十大建设 也包括韩国的 当年的他们自己的十大建设 公共投资 可是公共投资最后会产生效益 是他带动民间投资 私人投资 可是这个私人投资的部分 在中国后来被打压了 你看对蚂蚁金服 阿里巴巴 腾讯这些都打压 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说 经济发展的后期 公共资本的任务结束 角色结束了以后 国家要开始来辅导 刺激民间投资 让民间投资来推动创新 承担风险 而不是让公务员 官僚体系 去做创新 去承担风险 这不可能 所以他们没有意识到说 中国发展前期的办法 策略 公共资本来推动经济发展 一定要转型成私人资本 民营企业来推动发展 这件事情中国没有做成 所以变成说没有跨过所谓 中等所得陷阱 没有跨过去 就是一开始大家都是模仿 站在 没有错 可是到最后你要开始自主创新 现在习近平一直讲 自力更生 自主创新 结果现在自主创新 没有建立起来 然后就是为富先衰了 还没有完成 进入发达国家 现在已经开始走衰 所以这个问题将来在中国历史上 会变成一个重大课题 为什么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 后来夭折了 后来没有转型 没有跨过所谓中等所得陷阱 这个问题 归结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中共没有办法认清楚 创新能力是怎么建立的 你看从台湾到韩国 最后日本也当初也是 日本原来被认为是模仿的动物 现在没有人敢讲这句话 日本的创新 大家公认了 可是日本也是从模仿走过来 台湾也是 韩国也是 现在都有自己的创新的贡献 中国为什么到现在 拿不出建立不起来 自主创新能力 没有办法从模仿走到创新 这个问题将来还会变成一个 纯粹的探讨 包括制度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从技术创新 转成制度创新 来完成这个 从公共资本推动发展 转成私人资本 民营企业来推动发展 我们最后时间差不多 有个很快的问题 就香港的衰落 给台湾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台湾原本可以学习香港 就是创造中国对台湾的需要跟依赖 让中国愿意对台湾更友善 但是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 走不通 所以台湾必须明白 所谓的主体性 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价值 应该作为一个跟中国大陆那边 做区隔的一条界线 然后要具备自己的自我防卫能力 自我防卫决心 维持对自己的制度有自信 对自己的制度有决心 来防卫自己 然后这样的话 随着台湾跟工业发达国家的挂钩 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创新 更多的经济增长动能 然后将来如果有一天 中国大陆起了变化 台湾有能力对中国大陆做出贡献 那个时候再来谈提升两岸的交流跟关系 我自己个人觉得 从香港的衰落的例子 给台湾的启示 就是你没有主权 你什么也没有 你有的东西也会变成没有 你没有主权 你有的不光是自由民主没有 你的财产 你的法治都可能没有 然后你原来已经有的 台湾人现在习以为常东西 你如果一旦跟中国统一 不管他对你什么样的承诺 你都可能变得没有 石板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 大概是20年前 日本有个经济学大师 叫大前研一来台湾演讲 我当时听演讲 我记得当时他 他那个时候非常看好中国 他给台湾的建议 就是说台湾要变成一个大型的咨询公司 经营中国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帮你解决 这样的话台湾就可以赚钱 可以跟着中国成长 现在看看 其实经营中国 过去那个时候 经营中国成功的例子 就是香港 现在发现这个客户是个强盗 他抢你的钱 他不担不付钱 抢你的钱 所以说不能当他的经营公司 应该赶紧划清界限 我很快补充一下 就是有一个比喻 从英国那边借过来的 英国说 英国既是欧洲的英国 也是大西洋的英国 英国的国家定位 如果英国定位为欧洲的英国 他应该及早加入欧洲大陆的整合 来确保英国的利益 我把它称为英国式的统派 加入欧洲的统和 英国如果是大西洋的英国 这样定位的话 他可以靠向背后的美国加拿大 来跟当面的欧洲大陆对抗 我把它称为英国式的独派 独立于欧洲的整合之外 英国式的统派独派的话 这个辩论是因为海岛国家 面对大陆 国家战略选择 那么台湾一样 套用一下 台湾既是东亚的台湾 也是太平洋的台湾 如果台湾定位为东亚的台湾 应该及早进入东亚大陆 就中国大陆 来确保它的利益 台湾有做过 台湾如果定位为太平洋的台湾 应该背靠太平洋的两个大国 美国 日本 来确保台湾的利益 所以国家定位问题 借用英国的情况来比喻 台湾曾经走向中国大陆 台湾一开始发展 是背后有美国 日本的支持 台湾两边都试过 所以现在看起来 就像你想了 你讲个主体性 主权 就像你讲主权 我讲主体性 一样的意思 就是台湾人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能听从中共的安排 如果一直对中共采取顺从的态度 那完蛋 你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么所有你已经取得的东西 就像香港一样 将来会被拿走 我觉得这个一百多年前 我的母校庆英大学的创办人 叫福泽玉吉 他写了一篇叫劝学篇 就告诉日本要脱亚入欧 他说要跟亚洲这些坏朋友 赶紧分手到欧洲去 因为这帮坏朋友天天想欺负你 好吃敢做 所以说日本在一百多年前 之所以能够成功 最大的影响力就是 福泽玉吉的脱亚入欧 我觉得这个 现在看到香港也知道 就是说还是赶紧和亚洲的 这个坏朋友赶紧分手 自我定位的问题 对 这个台湾是应该是一个海洋国家 我们的未来是在太平洋 而不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是对台湾最关键的 现在的一个争议 就像英国你要不要脱欧 你脱欧派和要跟欧洲结合的 这个争议 就几十年来 二次大战以后 就一直没有停过 丘吉尔就讲 英国的国家战略 就是创造一个分裂的欧洲大陆 如果欧洲大陆 被一个强权整合的话 在英国没有谈判空间 只能下跪 所以英国一直在分裂欧陆 这是英国的国家选择 现在情况一样 它的脱欧 它的保持英镑没有用欧元 都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海岛国家面对大陆国家 它的国家战略思考 台湾有借尽的必要 我们实际上最近年今出了 两大册的 丘吉尔的传记 下次我们也许这个节目要讲一下 不过因为它实在太厚了 我都没时间看 不过据说 因为那个得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 那个写得非常好 不是丘吉尔自己写的 丘吉尔自己写的二次大战 会一录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讲的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 写的丘吉尔的传记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吴嘉隆来上我们的节目 下期你的时间 谢谢矢板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